你一定没发现吧? 《哈利波特》中斯内普教授教了我们人生三件事 英国演员艾伦·李克曼在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电影中饰演魔药学教授西弗勒斯·斯内普 他死于癌症,享年69岁 虽然斯内普的角色是罗琳的创作 但他的表演却让他活了下来 让斯内普成为现代文学中最令人难忘 最具层次感的人物之一 正是他的能力捕捉到了这个角色的微妙和情感的深度 让斯内普能够教我们一些重要的人生课程 可以说,斯内普是一个比哈利波特更大的英雄 但在整个系列中,他经常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当哈利撇到斯内普最痛苦的回忆时 我们了解了斯内普的行为原因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 李克曼让我们同情这个复杂的角色 李克曼让我们同情的角色